猜猜 朕会派谁去看大牢 看着那个海瑞和王永吉 主司心比天还大 奴婢哪敢猜 你猜 经过赵真吉石公公和家境皇帝的三轮狱中挑战 和内阁加三法司的正式挑战后 海瑞毫发无损 依然是家境皇帝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的嚣张模样 很自然的家境皇帝病倒了 所谓太医院的药方汉林院的文章 太医院开出的药方让家境皇帝愤怒了 高丽胜五千 当身十千 白纸五千 臣皮九千 白十千大补吗 家境皇帝的病情 太医院并不是不清楚 虎狼之药不敢用 无效药风更不敢开 只能用点补药为耻 治不好病 但也绝对不会出问题 病治不好了 家境皇帝想到了大明国宝 李时珍 情急之下 他竟忘了自己的忌讳 吩咐道 这是家境皇帝和黄警小天使之间的秘密 陈宏自然不清楚 只能一脸懵逼地问道 请问主子 什么李时珍 什么单方啊 陈宏的这句话一出 家境皇帝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自己是修仙悟道的道士 怎么可能大张旗鼓地 找李时珍看病 这不是打了自己的脸吗 于是家境皇帝赶紧转移了话题 问起了自己的病原 海瑞的处理情况 怎么论得罪 回主子 百官写了奏本 都不愿意再说话 更可记得是那个王永吉 连博海瑞的奏本都没有写 反而呈上了个说宫里分矿银贪末的奏书 摆明了是跟主子对着干 奴婢已经将那个王永吉 给抓起来了 逢迎上义是陈宏保持地位和权力的手段 谁和家境皇帝作对 就是和自己作对 陈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惩治 诛杀 这是家境皇帝重用陈宏的原因 也是陈宏覆灭的原因 命运使然 奈何奈何 汉林院 国子间的清流文官们 会如何看待海瑞 家境皇帝比谁都清楚 要不然 他早就把海瑞拉到这帮 饱毒圣贤书的废物面前 来个压倒性围攻了 所以 家境皇帝并不关心百官的态度 他也不在乎 他真正在乎的是内阁的意思 内阁徐杰他们是什么个意思 陈宏回应 内阁的意思 将百官驳斥海瑞授本里的话都摘记出来 交三法司明日定罪 奴婢有些担心 那些人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声 给海瑞定一个不明不白的罪 玷污了主子的圣名 其实陈宏并非针对清流党 他只是想借着海瑞尚书来清洗旅方的剩余势力而已 整治黄警是这个目的 关押朱七七大柱也是这个目的 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疯狂进攻海瑞 就必须阻止清流党试图挽救海瑞的行为 听到这里 嘉境皇帝开始了自己的保留曲目 猜字迷 书写了豪宇和明月两个大字 交给陈宏吩咐道 这是嘉境皇帝惯有的手段 万事只靠一个猜字 猜对了圣亲欢悦 还不用背负责任 猜错了 办你没商量 可怜黄黄大明官员 一个个被逼成了猜谜高手 我们来看陈宏的脑残回应 奴婢再请问主子 徐杰他们都指的哪些人呢 其实陈宏的这句问话 是想表达一个意思 那就是我不知道豫王派系的组成 当然不知道皇上所指徐杰等人 到底指的谁 更没有像吕方一样 向豫王靠拢 只是就陈宏这个段位 想在嘉境皇帝面前耍亲眼 确实有点不知亮丽 嘉境皇帝一脸阴沉回道 要是吕方在 这句话就不会问 要是吕方在 就不会在嘉境帝面前耍亲眼 要是吕方在 就不会提防嘉境皇帝 更重要的是 要是吕方在 就懂得如何让嘉境 尽可能少的背锅 嘉境不想说清楚 你非得问清楚 这不叫不懂事 这叫作死 又是一阵拼命的 告扰以后 陈宏赶紧离开 这只老虎来到豫王府 徐杰 高拱 张居正 这个面盒心不合 按照排位顺序 依次被后者 整倒的清流三人组 就是嘉境皇帝 所言的徐杰等人 向豫王行礼 给陈宏奉安以后 豫王发话了 有旨意 徐杰等人刚要下跪 陈宏的态度就来了 不必跪了 是皇上给王爷写了几个字 并请徐哥老和几位师傅一起参想 接着 陈宏拿出了那几个字 豪语 明月 豫王解释道 皇上说了 这四个字 说的是两个人 陈宏在 徐杰等人自然有所顾虑 毕竟之前有过那么多的过节 豫王看出了顾虑 劝说道 师父们不必担心 陈公公有陈公公的难处 很多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心里有皇上 自然也有我 当着他 有什么尽管说就是 大胆放开了说就行 这里没外人 陈宏小恶魔已经投靠了我的麾下 三个人有些意外 但看到豫王笃定的眼神 便也信了 只是 或许连豫王都没有想到 一个趁机陷害陈宏的计划 迅速在三人心中形成 清流党内斗很厉害 但一致对外的时候 依然如此恐怖 好了 进入正题 进入嘉靖朝官员的必修课 蔡自明 作为级别最高的大佬 徐杰先发话 我有几句话 想先请问陈公公 阁老请问 皇上 什么时候写的这四个字 写的时候 还说过什么 陈宏回答 两个太医开了单方 皇上不满意 就把他们轰出去了 接着又问了督察院 是怎么定海瑞的罪 说到猜字迷 自然离不开张神通 有了徐杰问出的字迷背景 居正大爷直接给出了谜底 皇上这四个字 说的是李时珍和海瑞 接着就是张居正堪称硬凑的声音解释 豪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声 因这两句话里既含着李时珍的十字 李时珍是湖北齐春人 又含着齐春的春字 时下春季便是豪雨 皇上龙体为和 想召李时珍来请脉 可又不愿明指召他 杜诗下面两句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就是暗含了这层意思 这是叫王爷急召李时珍进京 既然只是猜两个人的名字 陈红刚才交代的背景 就足以揭露谜底 当然这段声音的解释 很可能就是故意说给陈红听的 毕竟陈红是需要回宫复旨的 而且这段解释 也确实成功地成为了陈红的罪行 如果这真是张居正的推测凭据 那我就只能说张居正不足徐杰 远慎 所谓神通的高智商 远不及徐杰凭借经验 对多方面信息的掌握 整合和分析 当然张居正的分析 对于陈红几乎等于小白的角色而言 还是能够引起足够崇拜的 听完分析 陈红有种感叹 解得好 张师傅这一解 奴婢也想起来了 王爷 皇上在经舍里确实提到过李时珍这个名字 既然皇上想招李时珍过来请卖 又不愿意让外边人知道 那奴婢就立刻安排政府司的人私下里去办 六百里加急 接李时珍进京 只要给出了两个人名 合情合理 怎么解释都是对的 用结论推断分析过程 永远比反过来容易 张居正继续 既然好语指的是李时珍 那明月说的便是海瑞 海上升明月是祥瑞之相 其间便含着一个瑞字 可 皇上这个时候 用这两个字来说海瑞 倒是有些费解 注意了 张居正开始挖陷阱了 这个陷阱就是嘉靖皇帝对于海瑞的处置态度 那么嘉靖皇帝给出浩宇和明月的字迷 到底是什么意思 嘉靖皇帝召唤李时珍进京整病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 想看一下在海瑞这件事上 徐杰等人是不是和自己一心 豪语知识节 除了李时珍的名字外 重点在于知识节 海上升明月 除了海瑞的名字外 重点在于升明月 这两组字翻译过来就是 大明出了一个心中没有君父的海瑞 你们内阁最好知识节 识时务 那么内阁到底该如何知识节识时务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一下高拱的分析 大明之月 皇上这应该是有赞许 海瑞的意思啊 是不是暗示我们在论罪的时候 枉开一面呢 杀了海瑞 嘉靖皇帝就成了昼王 不杀海瑞 就等于承认了治安书皆为真言 那么嘉靖皇帝该如何量全 当然是让内阁当这个恶人 而嘉靖皇帝充当好人 这才是内阁该有的知识节表现 所以高拱的分析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当然 这也很可能是其故意在陈红面前的表述 再来看一下徐家的分析 我的理解明月两字另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大明无日 明者大明也 后面的月字却缺了个日子 皇上这是在责备我们 这些群臣心目中都没有他这个君父 一句话 嘉靖皇帝认为内阁和朝廷百官 都没有站在自己这边明显不满了 还没等到徐家将第二层意思说明 陈红小恶魔接话了 徐哥老 您老的第二层意思是不是想说明月指的是秋后处决 注意 这就是陈红遭嘉靖皇帝言斥的原因所在 陈红完全曲解了嘉靖皇帝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差点让陈红丢命的解释 明日三法司定罪的时候一定要判海瑞秋后处决 陈红的这个建议并非想要留给嘉靖皇帝做好人的机会 而是真心想杀了海瑞 陈红的大错之机 大明朝如今是皇上的天下 将来是王爷的天下 皇上为什么叫奴婢拿这个给王爷看 给各位师父看 就是想看一看王爷和各位师父跟皇上是不是一条心 海瑞如此辱骂君父 百官态度暧昧 尤其是那个王用吉 连薄海瑞的奏本都不愿意写 皇上当时听了便有明知 海瑞和王用吉要一同论罪 这时倘若王爷和各位师父还不能奋君父之楷 那大明真是无日了 人人都可以说不杀海瑞 唯独王爷您一定要说杀海瑞 还有那个王用吉也要重判 话都说明白了 徐杰等人也终于听不下去了 如此简单的逻辑 还想劝说这帮修炼成金的大佬 说起不自量力都是客气 不知死活或许更为贴切 徐杰对御王说道 陈公公所言极是 王爷就把我们你的这两层意思 赶紧让陈公公回宫复职吧 王爷像这样的货您还如此信任 你的心腹给你建议了 还不赶紧下令让他回宫复职 看看家境会给你什么态度 接着徐杰连御王回话的机会都没给 直接转向陈红 龙体为和照例时针刻不容缓 陈公公赶紧回宫复职吧 陈红还是望着御王等他的意思 陈红的这个小细节非常到位 这等于在告诉御王 徐杰算个什么啊 我只是王爷的奴婢 我投靠御王只是想继续当 我的私礼监掌印太监 而不是成为徐杰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小跟班 只有御王能命令我 其余人不配 御王蒸蒸地坐在那里 那就去复职吧 那么御王到底有没有听出来 徐杰等人对陈红的捧杀陷害 陈红走了 张居正等人不再藏着掖着 张居正发话 其实皇上这四个字里 都含有不杀海瑞之意思 我天真的王爷 家境皇帝压根就不想杀海瑞呀 陈红的建议 我们的假意附和 你就当真了 张神同开始给予真正的解释 王爷请想 海瑞的重病是李时珍给他诊好的 海瑞上书前家眷 都是李时珍送出去的 皇上非但没有责怪李时珍的意思 还想请他来诊卖 这便是爱乌及乌之意呀 豪语指的是李时珍 自然也含有一个海字 许个老杰得好 月字无日 皇上是怕王爷和群臣心中没有君父 现在王爷和群臣都约海瑞该杀 这便是月字有了日子 一句话 这个时候给海瑞定罪 杀是不杀 不杀是杀 家境皇帝不想杀海瑞 他只是想找一个既不想承认治安书 还能让自己下来台阶的理由而已 让内阁给海瑞定罪 家境皇帝再予以赦免 就是恩出于上就能达到下台阶的目的 再次回到字迷上 这才是家境皇帝想让内阁给出的实实物回应 那么问题来了 张居正的解释和陈宏的建议几乎一致 都是主张除死海瑞 陈宏为什么就错了呢 别忘了 陈宏是立即回宫复旨 是当面回话 是正儿八经地告诉家境皇帝 内阁和豫王一致要求除死海瑞 等待的是家境皇帝的命令 而张居正等人处辞海瑞的建议 却是罪案刑事上乘 家境皇帝不用下令 只需要打一个插就行 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 让家境皇帝当好人还是做恶人 张居正此言一出 徐切立马接话 聪明莫过太阅呀 高空也随即跟上 我们干脆在这里 把海瑞的罪名给他定死了 以儿子辱骂父亲的罪名 判他绞刑 杀不杀儿子 皆是父亲一句话而已 难得的默契 也是最后一次的默契 恶人 徐切高拱张居正和三法司当了 家境皇帝只需要轻轻打一个插 就是好人了 只是家境皇帝到底没给这个插 而是选择了别的方式 来了最后一次的倔强 我们下次再论